鞋子 大家好 我是奈姨 奈姨今天呢要来讲那个 立体口罩 然后呢我之前有录一部立体口罩是像这样子的 但我今天呢想要做他的四周围是用滚边 滚边处理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准备来车缝 车缝的话就是 這是我的錶布 這是我的底部 都正面 正面對正面 先從中間的地方車起來 車的縫分大概是0.5公分 頭一樣倒個針 那有弧度的話 你就是沿著它的弧度這樣子 這樣子車就可以了 好 表布車好的時候換裡布 裡布的話我是用那個 有彈性的免齒 好 那中間呢 結合好之後 先壓線 壓線就是把你的縫分剝 看你要剝哪一個方角 然後車在邊緣處 記得壓線不要車太多 因為這樣會不好看 電車好換另外一邊 如果你覺得不好壓的話 你就一小段一小段車這樣 好 吃好之後呢 就把線頭剪掉 現在我們車好了嘛 那我們現在先準備 把布 對齊好 先把布 對齊好 先用出針併 嗯 固定好 四周圍都給它固定好 然後中間的地方呢 也要讓它對齊 然後中間的地方呢 也要讓它對齊 就放出針 對齊 因為裡面的話 裡面是正面 就是我們要把 那個縫分 是用在裡面 包在裡面 奇怪我剛剛為什麼沒有去注意 好 我現在動作室 我現在動作室 是把我的布 固定好 我現在動作室 是把布 都給它 都給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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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 大約把它固定 固定好之後呢 四周圍車一道壓線 車來邊邊就可以了 不要車太多 上下部盡量讓它對齊 如果沒有對齊的話 等一下再把布稍微修一下 你看到我要壓的時候 會把布這樣剝一下 就是讓它平 好 車一吹完之後 線頭剪掉 翻過去看背面 多餘的布要把它修掉 沒有車到沒有關係 因為 車 車是說為 把它 就是是說為 車一個壓線固定 只是要讓我們 等一下車滾邊的時候 比較好車一點 好 記得多餘的布都把它修掉 好 那我 看一下 那哪邊的布要修 把它修掉 修好之後呢 滾邊我要先從上下 開始包 那這是我的 滾邊條 這個你去那個 手工一瓶寒墊 它就是會這樣 像這樣子 一包這樣子 然後呢 我是用那個 運動把它整套出 有一個中心的 中心線 這樣子 等一下我包的時候 我會把布放在我的 我的滾邊條中心 然後這樣包 對 這樣 因為那個滾邊 它有 有一個專門的 那個工具 可以有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不太好用 所以我就 就是 覺得 反而我自己 拿那個 滾邊條 然後把它 那個去整趟中心線 這樣包 比較好用一點這樣 好 那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我的滾邊條 它已經燙好 那個中心線 所以我就把我的布 放在中間 然後把滾邊條 往下 然後 車滾邊條呢 最好車線 是車在旁 那個滾邊條的邊邊 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這裡 因為我的滾邊條 已經有整趟那個 中心線 所以我也不用怕說 我會車 沒車到這樣 就是照著我的中心 這樣子走 好 上這裡 然後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角膠 就把布移過來一點 可能車起來那個角膠 會不會很明顯 但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有 就是有角度的東西 好 車到這裡就結束了 然後就把滾邊條緊掉 然後看一下背面 登 這樣就是 你看 就是我照著我的中心線走的話 我的那個 下面的滾邊 都會有壓到 這樣子 好 下面好了之後換上 上面好了之後換下面 下面一樣 就是把布 把布放在中心 中心線的位置 好 然後把它包好 然後壓線的車在滾邊條的邊邊 你記得如果說你要調整布的時候啊 移動布的時候 你的針啊 側針一定是要刺進去布裡面 然後再去調整你的布 這樣比較不容易跑掉 車好之後把它剪掉 剪齊 你的滾邊條不能跑出來 因為等一下我 側邊的滾邊條也要車 好這裡沒有 沒有車到的話你就把它補下 這裡 你看我這裡沒有車到的話 然後我就把 下移 這裡也是剛剛 剛剛頭的地方 可能剛剛我那個 布沒有壓好這樣 還有這裡 紫衣小段也不是 不是很多 好車好之後呢 再來 再來是我側邊的地方 側邊的地方 要側邊的地方 我就要稍微多出來一點 因為等一下我要怎樣 爬車下去車 我要多出來一點點 好 那側邊的話就是 像這樣子 一樣也是這樣子 對齊 不對齊你的滾邊中心 好但是我會等一下 讓它跑出來一點點 好那 準備一樣這樣往下側 好之後呢把它緊掉 先把線頭緊掉 好 然後再來我要處理 我的頭尾的地方 剛多出來的滾邊條 就把它往下折 往下折就這樣子 但是我 不喜歡這裡有太多布 把它繡掉一點點 不要那麼厚 好 咦 我修 裡面的滾邊條我修了一些掉 因為我不喜歡它那麼厚 所以 才把它修掉 好 往下折之後 在旁邊車一個固定的 壓住它固定的 一樣頭尾道不是 把你的頭 把我的頭固定好 其實一般有的 側邊啊 就是上 上下那個 上下如果是用滾邊的話 側邊他們會直接 就是用烤刻的 然後這樣處理 對 你也可以這樣處理 我 我今天沒有要這樣處理 我 是 是說我都給它用滾邊處理 好 那側邊這邊好了 你就是把它往內折 看 因為等一下我要穿鬆緊帶 打開遮這樣就好 因為我穿 等一下我是要穿 就是我沒有要穿那種 那個鬆緊繩 我是要穿這種 像那個內褲的鬆緊帶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鬆緊帶 比較好用 好 那我的往內折的縫分要多一點 我的線 剛剛我的線 乖乖 線頭剪乾淨 線頭 線頭剪乾淨 好 大概要這樣子 頭尾倒個針 讓它過去 好 好的時候就把它剪掉 好 拿出我的鬆緊帶 大概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我就不示範了 我先示範這一邊給你開 就是把鬆緊帶穿過去 打結的話 打結的話是怎麼打結 好 來 這邊是左邊 這邊是右邊 右邊的 右邊的鬆緊 右邊的鬆緊帶 放在左邊的鬆緊帶下面 好 那右邊的繩子 像我的拇指這樣繞一個圈 然後再朝我右邊的袋子 再繞一個圈 繞好之後 拇指上面這個大大的圈 套過去 套過去我右邊的這個頭 好 那這時候我把 把我的那個兩邊的頭 壓著 壓住 然後我左 右邊的這一條鬆緊帶 往後拉 好 這個結就好了 其實我還比較喜歡打這個結 因為這個結 它的頭比較小一點 所以 到時候 就是把它藏進去 就是 你要把你的那個結 那個 藏在這個縫分裡面的話 會比較好拉一點 對 好 那這個就是有滾邊的立體口罩 它是這樣子做的 對 然後就像我講 這滾邊條你去買的時候 你自己回來拿那個運動 給它加工燙那個中心線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怎麼講 就是你不用再額外去買什麼工具 這樣子 對 好就到這裡結束